好 镜头带你转向花莲市民代表会 开第二天了 那么代表讲方法 林百瑞 蔡易洋 以及蔡易中代表们 提出了多项的市政咨询 市政咨询一开始代表讲方法 针对了花莲市新兴路改善工程 施工过久率先开炮 要求施工所建设科 能够协调营建署可以尽速完成 你在反映说 为什么做做停停 因为它水土保持的变更计划 要等让工程延宕 因为它已经开始动工到现在 时间拖了非常久 所以我现在百姓都 已经等不及了 还有它不赶快通 现在车辆都往明光市场 府前路 就是荣家旁边那边 常常会打劫堵塞 交通交通非常不流畅 林百瑞代表者质询 中山路道路人行道及停车空间 受电箱影响 停车不易 也要求建设科能够有所改善 就是道路的部分 人行道的部分 因为人行道太过于宽 寬了 导致影响到我们的车道 让我们车道变为缩小 会危害到我们整个汽车的 车辆的安全问题 所以本行在这次提出了一些设施的问题 比如说整个电力的部分 电箱的部分 前面的设置的一个人行道 它会妨碍到车辆 就是车辆 汽车的停车的缩小 会造成车辆的危险性 很人眼的一个危险 蔡依阳代表则提出中山公园 风雨球场 邀请体育专家 协助给予建筑师在设计提供意见 以及北兴路道路整坪工程都未排入 我在这边只是想要提醒一下队长说 那个篮球场在一开始计划通过的时候 大家都很期待 那我们等了到现在两年 它却还不能使用 那大家都会对施工所的 效率 会产生一个问号 那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要怎么去解释 我们也是很难做 只是希望说队长可以 在未来的计划当中 可以帮民众多想一下 也不要给我们施工所 就是给人家一个不好的印象 你像工程都拖了很久 明明就是一个篮球场而已 那当然有很多的 你很多为难的地方 就要辛苦你了 而参议中代表 只是赞许市民爆马仔的报修速度快 以及市长就任四年了 是否有未来的愿景 举一个例子 礼拜一早上的时候 讲到那个市民爆马仔 当下刚好有个民众跟我说 晚上路灯不亮的问题 那一天晚上 我那个时候就用那个爆马仔 马上登陆 马上上船 结果那天晚上的9点多 厂商马上打电话跟我说 代表是这个地方吗 我现在在现场 然后看怎么处理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希望我们未来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尝试 谢市长之前跟文化局 都有补助我们街区 搞不好街区的一些年轻朋友们 去做一些街区的艺术 在我们街区里面 试着活化它 那希望未来各科室 真的大家都有机会 去思考自己的业务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找一些设计 可以结合一些设计理念 去更加的完善 我们做更好 给民众更好的感受 的这个方向去思考这样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